真正的美人有着闻过书香的鼻 迎过唐诗的嘴 看过字画的眼 董卿的再度走红啊 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不显山不露水的古典美 对于董卿读舌金星曾给出高度评价 真正的美人有闻过书香的鼻 迎过唐诗的嘴 看过字画的眼 董卿让我们看到了不显山不露水的古典美 的确他知性优雅 气质如蓝 沉稳睿 连续主持13年的央视春晚 还连续8年被评为央视10家主持人 不论何时提起董卿 相信无数人脑海里浮现出的第一句话 一定是富有诗书 气字华 董卿出生于上海市 父母都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 从小对董卿要求严格 当时他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亲生的 直到后来才知道父母的用意 一个知识分子可以对自己的独生女儿 这么样的苛刻 就是已经到了 比如说你不要照镜子 你让我妈妈不要给我买新衣服 不能有任何的这种文体的活动 等等等等 然后从初一开始到高中 就每一个的高一开始到高三 每一个的寒暑假 必须要打工 必须要自己挣钱 能挣多少钱呢 一天一块钱 三十天三十块钱 干什么活 干的就是宾馆的这种清洁工 事实证明父母的做法是对的 如果没有当时父母的眼力 就没有今天的董卿 董卿多年来主持的中国14大会朗读者等多档黄金时段的热门综艺 凭借其知心的节目内容和优雅的举止 成为了最受观众认可的央视主持人之一 不过近几年 董卿逐渐减少了在央视的工作 从台前转到了幕后 就连他曾经主持多档节目 也都交给了新的主持人 而且有消息称 央视新一姐集结上位 是董卿的接班人 董卿接班人终于出现了 能力和董卿不相上下 其实这个人就是美女主持人李红 如今的李红已经43岁了 但看起来人人像20多岁的少女一般 皮肤保养得很好 凭借自己的零失误能力 从一个小小的电视台节目主持人 升到了央视节目的主持人这个地步 仔细打量李红这个人 会发现他是董卿很好的接班人 他是拥有知性与美貌于一身的人 在主持节目当中的临危不乱 和应急处理能力 都表现得非常优异 央视主持人这个身份里面 大家都很熟悉的 有康辉 萨贝宁 董卿的人 他们都是实大实的科班出身的高材生 但李红呢并不是科班出身 却能够在这么多年来 依然可以做到临时务 这业务能力太强了 说他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 最恰当不过了 尽管李红是非科班出身 但是他凭借自身的努力 以及自己坚定的信念和执着 让他稳坐海峡两岸节目主持17年之久 大家都知道海峡两岸是一档 关乎时政问题的节目 主持人说起来是非常的严谨和巧妙的 李红不仅有国际关系专业性的知识储备 还有不管面对什么样的身份的人物 以及听到国内外怎样的时政观点 他都能够迅速做出反应 对大如流 并且能够继续抛出合理的问题 他曾经先后获得了最佳主持人奖 最佳评论奖 那主持功力稳固 形象知性大方 一度让大家评为不老少女 在众多的女主持人里面 大家都拿董卿和李红相比 因为董卿慢慢的年纪一大 重心慢慢转移家庭 也逐渐隐退屏幕 大家一致觉得李红可以胜任此棒 因为董卿和李红的主持风格尤其接近 作为央视的优秀主持人 其实李红早就加入航门了 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工作 仍然兢兢业业的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以他的颜值和实力 也完全担得起央视意见的称号 我们下期了 我们下期了 ai